大家好,我是Dan 阿东美剧宣布不整形的理由 重新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昂妞在8月份发表的新曲Lovely 到目前为止也在美轮音乐排行 拿下一位等持续收到非常高的人气 而当时在打个活动的时候 因为一家娘变得比之前更帅了 所以也有过 不会是整形了吧? 等的谣言 接着在韩国论坛以及YouTube上 也出现了很多昂妞没有整形的理由的贴文影片 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昂妞之前在一个节目中透露过 在Kpop的结束要与YG娱乐签约的时候 兄妹两个人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 我们不要整形 并将这个内容加到合约书上了 实际上当时杨燕索有提过 索雄稍微做一下鼻子怎么样 但是索雄回答 我只要能用两个鼻孔来呼吸就满足了 然后在杨燕索建议 做一下双眼皮的话应该会很漂亮的时候 恰恰回答 老板 索雄哥双眼皮的话 鼻子也要做 做完鼻子的话 嘴也要做 做完嘴的话就要做轮廓了 现在是最好的比例 绝对绝对绝对 最喜欢现在的样子 能有强调这样三观很正的哥哥在索雄旁边 真的很值得信赖 因为有实力又有个性 所以获得了人气 拜托千万不要整形 现在这种淳朴的样子 看着就很疗愈 好喜欢你们的笑容和唱歌的样子 因为职业是艺人 所以应该会被很多人指责外貌 希望不要强迫别人整形 也不要受到伤害 之前在节目中说过 他们看到酸长相的留言不会受到伤害 反而在看到那种留言后 彼此就会说 他说我们长得很丑 嗯我也觉得是那样 然后就哈哈大笑 真的性格和心态都太棒了 所以 昂妙永远走花路 在10月28号日本播放的蜡笔小新中 出现了男团TUBAITU 在动漫中TUBAITU出现在小新家里 也交了小新家人迷你第五张专辑的收录曲 Happy Plus的Challenge舞蹈 这首歌是演军作曲 成员们一起参与作词的歌曲 而舞蹈也是演军编舞的 啊超好笑 啊日本妈妈用韩文说了 感谢咪咪咪咪 好神奇 听说也会出现在漫画里 那在那里也会交challenge吗 妈妈说了 tumorobai tugecha 果然是日本人 希望以后能在更多 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 TUBAITU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手机的StrikeyJaplex 我有时候还觉得自己IG私讯有点多 所以都无法确认或者是回复 突然感到非常惭愧 从今开始 我会尽可能的回复所有留言 所以有什么题材或者是想要问的东西 请尽量发私信给我吧 嗯 嗯